都还好吧 之前是 之前是就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就特别 问题问到你自己 愿意回答的 或者说你自己 可能还没想到特别成熟的 反正目前而言 好像都还好吧 之前是 之前是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是土生土长的一个新疆姑娘 无论是颜值身材还是演技 都是超级棒 她就是迪丽热巴 是当下娱乐圈最当红的流量女明星 著名女演员 说起迪丽热巴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迪丽热巴虽然出道时间不算长 但是她在影视剧和综艺领域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迪丽热巴也因此受到 广大粉丝和观众的喜爱 尤其是有不少男生 更是把迪丽热巴 当成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要说迪丽热巴的成名作品 那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了 很多人第一次认识迪丽热巴 是在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这部电视剧 剧里由于迪丽热巴精湛的演技 征服了众人 也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迪丽热巴从此红遍了大江南北 迪丽热巴凭借清纯靓丽的外表 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小有名气了 频繁地在影视剧中亮相 那时的迪丽热巴刚一毕业就被很多大导演相中 但却一直都是不温不火 后来遇到了她的伯乐杨幂 杨幂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为热巴量身打造了 白凤九这个角色 让迪丽热巴从此一胖而红 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父亲是新疆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因受到父亲的影响 迪丽热巴从小便对各种艺术类的东西很感兴趣 并主动要求学习小提琴 吉他 钢琴 舞蹈等 迪丽热巴在九岁那年被父亲带去了一所 艺术学院参加考试 当时的迪丽热巴还以为是上兴趣班呢 没想到结果被录取 之后才发现是一个专业的舞蹈院校 从那以后迪丽热巴便开始了为期六年 第专业舞蹈学习 2007年迪丽热巴从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学等艺术 学校以舞蹈表演专业毕业 迪丽热巴成为新疆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在此期间 迪丽热巴还参加了吉林省的首届 少数民族新歌大赛 最后获得了省级三等奖的成绩 后来迪丽热巴却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迪丽热巴并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路 因为有不错的钢琴基础 本来想报考的是中央音乐学院 可报名时却看到了中戏和上戏在招生 便突然决定改去学表演了 迪丽热巴会有这样的决定 也是受到了她的钢琴老师的指点 热巴自出道以来一直都活跃在娱乐圈 2018年迪丽热巴凭借自己的努力 打败了杨子等众多明星 成功夺得了精英女神的称号 不得不承认热巴的演技真的很出色 迪丽热巴除了在电视剧领域取得了 娇人的成绩之外 她在综艺节目上更是颠覆了不少广大观众的想象 了解热巴的都知道她非常的接地气 虽然外表看起来是高高在上的女神 但私下里的她呢 完全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迪丽热巴在综艺节目跑男力 她更是把自己的本性完全展露无遗 玩起游戏来简直比男生还要拼命 有一次成员们需要和外国的选手进行撕名牌 当时热巴面对的就是高大威猛的男运动员 虽然在刚开始呢是有点害怕 但是真正到比赛场上 迪丽热巴是瞬间化身迪丽热血毫不畏惧 就一把扑到对方的跟前 甚至还直接伸手抓住了对方的衣领 气势上完全不输对方 虽然最后落败告终 但绝对是虽败尤容 这样的迪丽热巴 实在是让人刮目相看 由于迪丽热巴自身的条件比较优越 肤白 貌美 高颜值 身材 演技也是超级棒 有很多粉丝都很喜欢她 迪丽热巴和圈内的很多男明星也都有过合作 比如高伟光 黄瑾瑜 张彬彬 邓伦等都合作过 当迪丽热巴被问到最想嫁给谁时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最想嫁给自己的爸爸 说完她还很害羞地笑了一下 不得不说 迪丽热巴这高情商的回答 不仅巧妙地化解了尴尬 更是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 而粉丝在听到热巴的回答后 都纷纷表示我们早就猜到了 相信热巴一定有自己的择偶标准 也相信优秀的迪丽热巴一定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对此你有何不同的观点呢 欢迎留言评论和探讨